欢迎收看第632期武器打酱汤 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土实际控制面积2.5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926万的国家 对于国土的防御和人员的保库 又制止了一套独特的见解 其陆地面积本身跟中国广东省的东莞是差不多 但是其领土狭长与埃及的边界长达220公里 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有51公里的边界 尤其是在其与加沙地带相邻的南部地区 和与黎巴门接染的北部地区 因为政治宗教等原因 本土的一些城市会在一些地区冲突中 受到大量的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认为要为领土范围内 提供多层次的火箭弹和导弹防御体系 而这套体系就是本期武器弹团的主权 以色列铁球防御系统 铁球防御系统是由以色列 拉菲尔先建防御系统公司 研发了一款卡车千里多任务移动防空系统 具有全天候机动性强的特点 其研发始于2006年 以色列与黎巴嫩基建的 真主党运动爆发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真主党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了 数千枚火箭弹和排挤炮弹 这些火箭弹和炮弹 对城市和居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与杀害 随后因为敌人的武器装备 升级成了122毫米口径 多管发射器 其射程更远 几乎涵盖了 以色列南部将近100万人的生活区域 虽然以色列可以通过千一人员 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方案 为了应对火箭弹的威胁 以色列国防部在2007年奥远 计划开发一种机动性强的 移动防空系统 这个人物交给了以色列 国营拉费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 在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之后 于2008年完成设计 随后进行系统测试 在2009年7月的国防部测试中 该系统成功拦截了多枚 模仿卡萨姆火箭 和短程卡丘杀火箭的火箭弹 直到2010年3月27日 开始在南部城市 内尔谢巴附近 部署了第一套 铁穹防火箭弹系统 正式开始了铁穹防御时代 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 可以理解成一款 进程导弹防御系统 整个系统由三个核心部件组成 第一个是探测与跟踪雷达 第二个是战斗管理 后继控制系统 第三个则是移动和固定的 导弹发生单元 其中探测与跟踪雷达系统 由以色列国防公司 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子公司 ELTA和IDF 共同研制制造 其型号尾ELM-2084否控雷达 该雷达系统 是铁穹防导系统成功跃行的 第一梯退和机组框架 VS波段的多功能有源 相控制雷达 此款雷达并不是全新研制的 而是直接从大卫 投石所防空导弹系统 直接搬用 大卫投石所防空导弹系统 是以色列 在美国爱国者系统基础上面 开发出来的 专门用于拦截 短程弹道导弹和火箭弹的导弹 所使用的ELM-2048雷达 技术成熟 探测距率也比较大 重点是 其现有的成熟技术 能让成本压得非常的低 因此 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 逐建一套成熟的雷达系统 ELM-2084雷达 水平扫描范围为120度 垂直方向为50度 探测距离最大为1000千米 定位精度为0.25% 虽然精度 力不是很出色 但是 得益于拦截导弹 本身也实际带有 主动毫米波引导头 因此 可以在末端实现 补充精度的需求 这样基本上 能够很好的保证 铁琼式统能够识别出来 大部分的来袭导弹 在这些密集宝和攻击的时候 该火控雷达系统 具有非常出色的 多目标探测能力 可以探测出 4-70千米范围内 发射的火箭弹 和排挙泡泡弹 每分钟最多 能够探测两马一个目标 包括飞机 无人机 和自导战弹等等 都可以探测识别 该连达系统 可以算得上是 铁琼防御系统的预警部件 是铁琼系统 看保和攻击能力的基础 那么 当出现探测识别火箭弹 并进行持续跟踪预警之后 就需要将数据 同步给战斗管理 和武器控制系统 来进行应对处理 该系统可以在 接收信号之后的 一秒之内 计算出火箭弹落弹点 并持续生存可靠的 目标跟踪轨迹 预测撞击点 通过计算数据 判断目标是否 对指定的区域构成危险 只有当这种危险 被确定时 才会向武器系统 传达发射拦截导弹 以在来袭火箭 到达预计的撞击区域之前 将其摧毁 在这个过程中 该战斗管理系统 需要对目标进行数据分析 而选择优先级 并对低危险的目标 进行排除 例如 对一些落点在居民区外的 火箭弹 则不预理会 专注于处理 有危险的目标 在确定之后 武器固定系统 会将目标的初始数据 写入拦截的导弹 以色列铁球防御系统的 拦截武器 为塔米尔拦截导弹 这款导弹 安装在一个4层5的 发射箱内 一个发射箱 一共储备有20枚导弹 通过卡车牵引的方式 进行机动部署 可以在固定位置进行部署 也可以在卡车上 进行机动部署拦截 发射器 通过加密的安全无线信号 与战斗管理系统 进行通信远程操作 该导弹长度为3米 直径0.16米 走重90千克 弹头重量为11千克 由旋径雷达头部 空气动力学方向舵 战斗部 数据接收器 推荐系统和维翼等储存 其中 头部雷达系统 可以根据更新上传的 目标火箭弹的大道数据 以修正自身的位置 调整机动 只是通过弹体前部的 多个可动舵面 进行高速调整 配备雷达导引头 和主动激光剑战隐性 在末端不破目标之后 导弹直接跟随自身的雷达导引头 直接主动跟踪 获取目标信息 引爆战斗部 击毁火箭弹 卡米尔拦截导弹的 最大飞行速度 可以达到2.2马克 产生的碎片 喷射到南希火箭弹 以实现拦截的 因此在拦截的过程中 根据系统计算出 导弹与目标所处的 相对位置进行引爆 当处于水平平行位置的时候 即拦截效率最高 而在进行垂直拦截的时候 其效果基本上为0 在这两个位置中间 两者的相对夹角 会决定拦截的成功率 进行拦截效果最高的 是在正面相对飞行 或者是后面跟踪追选位置 而没有拦截成功的导弹 则会控制在无人区上空 自行引爆 并非产生额外的伤害 具体的拦截概率和拦截角度 我们有几张图 涉及到计算公式和角度等等 高清的图 我们放在微信公众号 本期的图文里面了 视频以为分辨率的问题 无法直接放在展示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行查询 武器大眼台微信公众号 打开本期内容进行查看 一般情况下 一套铁球防御系统 包括一个探测和跟踪雷达 武器控制单元 和三到四个导弹发射器组成 每个发射器 特别20枚导弹 因此 一个铁球系统 理论上 具有一次发射最多 80枚拦截导弹的实力 但是 其设计拦截为了保守起见 每次都是发射两枚导弹 拦截同一个目标 本身的设计 具有昼夜全天后 快速反应和奇色拦截的能力 因此 对于同时来袭的 20乃至30个 1到1.5马赫 小体积目标来说 是具有高效防御能力的 一套铁球防御系统 能够为大约 150平方公里的城市 提供全天后 全方位的拦截保固 在2011年4月7日 部署在20各地区的 铁球防御系统 成功拦截了 从加沙上海地区 发射的短层火箭 成为该系统首次 成功在实战中 拦截来袭火箭 在看到这个前置之后 以色列军方 开始大范围的部署 铁球防御系统 从部署至今 该套系统已经拦截超过 2400枚各类火箭弹 和排挤炮炮弹 成功率目前 没有有效的数据支撑 官方给的 作战拦截效率是在 75%到95%之间 而考虑到 以色列面对的 大陆式火箭弹 排挤炮弹 等等这些飞行速度不快 基本上是零机动 和可预测弹道的 低水平炮弹 再加上 没有现代化战争 所采用的 电子钢灶等手段 因此 在以色列本主使用的时候 会有非常高的效率 但是 如果是在国际上使用的话 它本身是 具有非常多的局限性的 第一个是 在面对高机动性战斗机 末端的不规则机动导弹 和可以超机攻飞行的 巡航导弹的时候 它的应对能力 就没有那么出色了 甚至在面对 末端高速变轨 和分岛式多弹头的武器 就更加无能为力了 例如 在2019年3月25日 一枚中加沙发射的 J80火箭 就成功击中了 以色列名神梅雷特的 一所房屋 跟据巴勒斯坦 哈马斯的说法 这枚J80火箭 是在非线性路径上 进行飞行的 侧面证明了 铁穹对于这种 非线性飞行的火箭弹 即拦截效率 基本上是没有的 第二个是 无线电干扰的问题 其实在以色列本土 早期面对的对手 并不具备强大的 电磁干扰能力 因此拦截的效率 也高很多 在现代化和全球范围内 这种情况 基本上是 非常少见的理想状态 成立在2021年的 巴尔维基之间 以色列自己表示 哈马斯一直在研发一种 电子对抗系统 来干扰铁穹系统 那么 如果没有经过 优化改进的话 未来和国际上 是否能够应对 信息战和电子战 就有待商榷 第三个是成本的问题 本身铁穹防御系统 一套的成本 大约在5000万美元左右 发射的导弹 每枚造价在 10万到15万美元之间 尔巴勒斯坦 土字火箭弹 海军炮弹 和卡丘沙火箭炮等等 其成本是非常低的 并且 产量也非常的大 所以 在性价比方面 并不是很高 虽然相对于国际上 建成防御系统的导弹 和防空导弹相比 其成本已经是非常低了 但是 用在南奇哈马斯 制造的土字火箭弹 还是非常的贵的 不过对于城市 和人民的安全而言 这笔钱花的是 一点都不亏 铁穹防御系统 在小范围低水平作战中 还是具有非常极高的 使用价值的 而在未来高水平作战 和国际尖端市场上面 铁穹防御系统 本身并不具备 太大的进程优势 虽然目前美国 韩国等等 有打算购买的计划 但是 它的实力价值 并不是很突出 如果未来进行 性计划升级 和装备优化 或许会跟世界接轨 但是 其成本就无法保证了 因此 铁穹的未来 或许是只能 与远程防空武器系统 一起搭配使用 当作一款 独自使用于 小范围地区 或者是 军事基地保卫的 一款武器 并不适合用于 未来性计划作战 国土边疆防御使用 你认为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 留言讨论 本期武器浪堂 到此结束 更多介绍视频 欢迎关注武器浪堂 产网节内容 我们下期见